想不想吃呀? 想吃的話,先喜歡知一二自定,我就給你吃了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在讀書的時候 學校三、四年如一日都沒什麼大變化 課室還是那麼舊 宿舍還是那麼殘 操場幾萬年不翻身 但是只要我們一畢業 學校馬上改頭換面 又說要起新的教學樓 又說要起新的宿舍樓 甚至還說要起體育館 你一定很想問我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每次一畢業學校就變好? 畢業之後我才知道 原來畢業會更好 不是一句祝福語 而是一句語言 想想又好像是呀 從小到大 只要我們一畢業 學校就馬上翻身,課室設備 換了桌子 換了椅子 換了黑板 甚至連電腦和投影都換了 這些都可以理解 科技發展更新換代 很合理 但是不合理的地方在於 竟然還要安裝冷氣 喂,冷氣算什麼新科技? 既然可以安裝冷氣 為什麼不早點安裝? 我一直以為學校沒有錢 所以才不安裝冷氣 現在我們一畢業就安裝冷氣 即是玩弄我們這一屆 我們畢業才是安裝冷氣 又不見我們畢業才是收學費? 還有大家都交同樣那麼多學費 我們這一屆就沒得吹 後面那幾屆都有得吹 學校學民給我們一個交代 至少都說一聲給我們 我們因什麼事沒有得吹冷氣 是因為我們這一屆人太少 交的學費不夠多 還是因為我們學校收過最差的一屆 所以不配吹冷氣? 這個原因多合理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學校什麼設備都不加 我們一離開學校 學校什麼設備都加 我就覺得是我妨礙了學校的發展 不過說真的 課室添加了什麼新設備 我們都還可以裝不知道 因為新設備放在課室裡面 我們平時看不到 但是有一種情況 我們就真的沒辦法裝不知道 就是學校 為什麼突然之間 多了那麼多什麼樓什麼樓? 最重要 我們讀書的時候 就說要蓋的那些樓 蓋足三年 都還沒蓋好 我們一畢業 蓋好了 這種感覺就好像 你喜歡了那個女生很久 追了很久 你表白了很多次 但是她跟你說 不好意思啊 我現在不想拍拖啊 但是你依然不放棄 一直好追她 追到你畢業 然後你一畢業 她拍拖了 結婚了 還殺了孩子 Surprise 雖然 我們一直在抱怨 自己一畢業 學校就什麼都有 搞得我們好像很酸 但其實事實上 我們 是真的好酸 不過我們明白 學校翻身 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若果 一間學校一直停滯不前 課室依然那麼夠 宿舍依然那麼殘 操場真的幾萬年都不翻身 那還哪有人去報讀 若果你讓我選 我當然更願意選 學校越來越好 師弟師妹越來越多 那我們做師兄師姐的 都肯定會越來越自豪 而且 就算現在的師弟師妹 他們可以使用一些新的設備 新的設施 但當他們畢業之後 學校一樣會有新的變化 到時候他們也都跟我們一樣 算 他們一個一個都逃不掉 是福不是和 是孫多不過啊老友 學校正你等你 我不配 看完節目了 讓我檢查你自頂月之一二 還未自頂 我不讓你吃了 你是否不知道怎樣自頂 不如我教你啊 iOS用戶 點擊月之一二 公眾號主頁右上角 選擇次維聲標就OK啦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點擊右上角 就可以見到月之一二 排在第一位的啦 而安卓用戶 只需要打開月之一二公眾號主頁 點擊右上角 再選擇自頂公眾號就OK啦 以後想看節目的時候 進入訂閱號消息 就會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的啦 已經自頂了 乖啦 獎勵你的 啊 以後記得每晚都來看月之一二喔